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要來帶大家玩戰活與遠征 那這次呢遊戲有這個活動 這個有新的塔防模式 是無盡之門 那之前我們有接受過塔防的模式 那這個塔防非常好 那我現在每天上線喔 最期待就是來玩這個塔防了 那塔防的話可以先選擇備戰的東西 可以選擇你要待會進場帶的一些物資 那有很多能力可以看喔 像這個奴劍加40%傷害 但我這個用不到 我直接刷新看有沒有新的 這個資源效率加12% 但是我已經有三個了 所以這個我應該不會買 好再刷一下 看一下我什麼可以買 嗯...都沒有找到我要的 欸...城堡加傷害 欸... 嗯... 完蛋 都沒有刷到我要的 欸... 支援效率喔 這個不錯 買一下 可是還差一個史詩級的 好... 好... 這個... 凍結大地可以用 好... 那我們就來打一次吧 那我們就可以按這個 開始挑戰 那就可以選剛買的東西 那好像這個史詩級的 那...因為我這場想要走... 法術塔 那我們就走法術塔全升級 提升60%的傷害 那後面喔 再選一個綠色等級的一個東西喔 去做一個搭配 那綠色我們選擇 好... 擊殺怪物後獲得資源提升3% 這個做輔助 好...我們就開始吧 好... 那遊戲一開始喔 就是央塔吧 那每一次出... 出現的那個地區是不一樣的 那這一次是... 在這個位置 那我就會想要把... 這個... 防禦塔 開在這個位置 好... 那這邊我應該要再下一個 然後這邊... 下更多的炮彈 然後... 一個法術塔 做搭配 好... 那一開始比較慢 我們可以稍微加速一下 好... 提升到第三階 喔... 明顯喔 這個法術塔變得比較痛 這個法術塔 是... 可以打單體破甲 那這個... 火砲塔 可以擴散傷害 這樣直接打一輪球 比較強一點 那一開始我都會先把它升到三級喔 威力會比較好 好... 那每一回合清完第一波 都會可以選這個能力喔 我選擇這個冰雪塔好了 所以我冰雪塔 雖然其實也是蠻有的 OK... 那這個冰雪塔 剛好可以刻到這裡 這裡是出兵點 那我這裡... 可能要... 需要一點... 輸出會比較好 想想想想 嗯... 是直接... 先... 後撤防守 有點快 嗯... 看起來需要喔 好... 先升級 先緩速 然後再用防禦塔 做一下防守 OK... 好... 那這裡... 獎品蠻爛的喔 提升效率3% 我覺得這把應該是量掉了 好... 衝得蠻快的 怎麼辦 這傷害... 不太夠啊 想一下怎麼打 比較好 好... 這裡再下一個... 法術塔好了 然後後面這裡... 再下一個... 冰雪塔 反速 好啦... 我們衝進去比較慢一點 這個該錯了 好... 好... 我們找到法術塔了 然後我們的法術塔傷害就會提升80%的傷害了 好... 那這次出兵也變三個喔 這邊也會開始出兵了 那... 我想一下我要怎麼打比較好 因為我這邊... 後面的法術塔比較少 好... 先把這個升到三級 這裡喔... 應該要再插一個塔比較好 好... 這裡再插一個... 冰雪塔 剩下這個... 反速效果 已經開始有點多了捏 欸... 有點... 硬喔 先升級中間這個法術塔 OK 第四波也安全度夠了 好... 來頂一下這個 獎品數量將一 提升那個獎勵的品質 所以... 在每一波... 進攻... 就會比較好守一點 這裡再下一個法術塔喔 所以... 中間這裡 法術塔可以多下一點 好... 開始有點... 頂同心 500塊 好像穩不上這時候耶 可以增加法術塔的數量 增加這個卡房的面積範圍 OK第五波也守住了 喔有了法術塔再加10% 那我就是90%加80% 180%加90% 210%雙倍傷害 還有擴甲效果 好那看起來還沒有 這兩個地方還沒有出兵 現在變成第四個在這裡 越來越硬了 好先把中間的防禦塔 先升級 增加自己的保存效率 這裡再蓋個比較好 因為上面開始出兵了 要增加攻擊的時間 會比較好 對 遇到速器有點硬 升防禦塔 疑人開始殺了過來 趕快升這個路口了 好 我的天我的天 我越來越緊張了 下一波我可能會開始露冰囉 這個塔房會進來 好,雷電法術跟狂熱加100%的傷害 雷電法術好了 我覺得需要一點控制手段 不然控不了有點危險 現在蓋幾個防禦塔 這場是全走法術塔路線 快升,快升上去,OK4級 好,差不多該用了 先空在這個路口 不然這裡我可能走不出 好,趕快升 好,5級法術塔 直接硬弄爆 好,然後趕快再下法術塔 完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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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夠耶 啊,太多了 5級法術塔守住 哇,還是被漏了幾隻進去 這個難度真的有點硬啊 哇 呵呵 法術塔 個1200 1200支援 再繼續提升法術塔三位好了 雖然1200支援蠻多的 但是法術塔我現在太多了 感覺繼續提升法術塔是更好的 好,從這邊再繼續升級法術塔 好,從這邊再繼續升級法術塔 讓法術塔不然再更多一點 OKOKOK 我最後的控制手段是結冰 要控制了嗎 扣一下好了 哇 哇,還是被漏了幾隻進去 完蛋 這波第八波 馬上守不住了 哇,直接守住 有一個新的,末日神漢 這個超強的 這個超強的 哇,新的一波這裡有 想一下他這裡要怎麼控比較好 直接控好了 這個要拆掉 好,這樣就可以直接控這個出兵點 哇,這一開始出兵點就在這個位置也太硬了吧 這,這很難守欸 就懂 我是不是要輸了 3D 一直進去是2 6,1 應該還行吧 1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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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算號 來不及丟 很可惜喔 這場打了1萬7102分而已 那這一個塔房喔 那大家可以來挑戰一下 我們每次都只稱到第八波左右 那這還有排名呢 可以看到自己的排名成績是否好不好 那如果你覺得自己的塔很爛的話 也可以去讓自己的 提升自己的建築戰力啊 還有神器 還有科基力跟神獸力喔 都可以增加這裡的 劍塔能力喔 如果你想要用蓮弩塔或是砲塔的話 就可以趕快去升這兩個 那我個人是走神獸路線喔 就把樹塔一直射一直爽 就比較好打一點 那獲得獎品喔 勇氣壁 也可以去換一些道具喔 可以增強你在遊戲內的一個戰列 整體而言這款遊戲喔 很多東西都跟其他小遊戲 也是有息息相關的 那玩法也是相當多遍 那如果大家有喜歡的話 可以來玩這款遊戲 那這款遊戲是戰火與秩序 那可以一起來玩 那大家可以來我這個速器喔 火帶王果1566 那我的ID這個 也可以加我好友 那我們這次影片 就差不多就到這囉 我們就下次再見 掰掰 啊 不好意思 那我再繼續喔 個人推廣一下 記得要點下方連結喔 去點那個連結來玩遊戲喔 然後可以 可以一起來玩 那下方連結下面就有 就不用再去找Google Play 或是之類的地方去找這個遊戲喔 那下方連結點下去 馬上就可以下載 好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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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囉